大家早安 現在是11月27號 星期三的早上 我們現在正要去SA A8打一場限時錦標賽 還不確定會打哪一個級別 因為中午還有事情 所以有點時間壓力 因此我必須打最早的那一場 不確定會打6600還是1100 如果說有1100或是2200的話 一定會優先考慮 不過因為時間壓力 所以先看哪一場 我就要打哪一場 那就讓我們看看 今天我們會打的如何 Let's go 當我們到達A8的時候 我們是第一位玩家到達 那當下是只有準備要開一張3400的桌子 所以這支影片我們就是打3400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麼今天我們分享的第一手排 我們是在Card of the Waves 看到King10不同花 在Pre-Flight的時候 是有一位玩家Risk到800 然後他後面的那一家也是跟了800 到我們我們這邊也是跟了800 之後大小王蓋牌 於是我們三家進入翻牌 Flop Flop開的對我們來講是還OK 開出JQ6彩虹面 我們在這邊就結賬了一個Open Ender 在這個牌面上前衛的玩家是先零打1600 中衛的玩家選擇蓋牌 那在這邊因為我們有Open Ender 所以我這邊決定繼續跟牌 於是跟我們的前衛玩家繼續Heads Up 進入轉牌Turne 在Turne上面很幸運的是我們擊中了那張9 所以我們就有了順子 然後前衛的玩家在這邊持續零打 他打了2000 那這邊我們決定埋伏 所以就平更2000 一起看盒牌River River開出一張無關緊要的5 因此在這邊我們就確定有了Nuts 這個時候前衛的玩家過牌給我們 那在這裡會希望對一些頂隊兩隊的牌型去做一個收費 所以在這邊不想打太大 我就打出7000 希望對手可以跟牌 那打出這7000之後 對手是思考了蠻久 最後他的決定是跟住 那他跟住之後我們就打開了我們的Nuts 那他看了一下以後就有蓋牌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他有什麼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很高興的收下這個Part 接下來這手牌 我們是在小盲的位置 看到Askin不從荒 在preflop的時候 UTG是加到1000 後面有兩個玩家跟了1000 到我們 我們在這邊是決定raise到3600 raise之後大小盲蓋牌 其他所有的玩家都跟住3600 於是我們四個人進入翻牌 Flop Flop開出了JK7 兩個黑桃一個鑽石 我們在這個Flop上面就有擊中了頂對 頂踢腳 還有後門花跟後門瞬的機會 那在這裡我是先過牌 過牌之後UTG是下注5000 後面兩個玩家蓋牌回到我們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所以在這邊我決定平更5000 跟我們的UTG heads up 進入轉牌 Turn Turn是來張黑桃的Queen 我們現在又真的不但是有頂對頂踢腳 還有後門卡順跟後門花的機會 然後在這個面上 我們的UTG是持續零打 1萬回到我們 面對這個1萬的下注 我當下是花了點時間 先思考一下怎麼樣處理比較好 那其中的原因是因為我對這個玩家並不熟悉 而且牌曲才剛開始 我並沒有看過他玩太多的手牌 因此我在這邊並沒有辦法的掌握 他是怎麼樣一個模式的玩家 所以我只能假設他是一個正常的UTG加注 也就是說他的牌不會太弱 應該都是在頂端範圍 Brawway的這種牌 因此在這個面上 他真的很有可能擊中兩隊 可是同時我在flop跟turn上面 是連續check了兩條街 所以在表面上我的牌是比較示弱 因此在這邊 他可能是會拿一隊 想辦法要給我壓力 躲下這個Pot 另外我也認為拿Ace King 然後又有Nords Battle Flush Jar 在這裡如果蓋牌的話 實在太緊 所以我是絕對不會蓋牌 只是當下我在想說 我應該平根呢 還是直接這邊推出All In 那在各種考量之後 我是決定All In 最主要是我認為在這地方推出All In 還是可以有機會打蓋他兩隊的組合 在這麼絲的牌面上面 那如果不幸被扣的話 其實也還好 我們還是有很多超測的機會 那在我們推出All In之後 對手是思考了很久很久 那他最後是決定 蓋牌 那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他的牌 所以並不真的知道他有什麼 不過我認為很有可能也是Ace King 甚至是King Jack 被我們的All In打掉 因為當他在思考的時候 他一直在嘴裡念著說 我們是不是擊中Queen三條 是不是擊中Queen三條 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他也是Ace King 或是King Jack 被我們以為被我們用Queen超車 所以蓋了牌 Anyway 那我們就在這邊就開心的收下了這個Pot 這一手牌我們是在UTG的位置看到Pocket Fives 然後在Preflop的Action是由Button Race到2000 我們的小盲跟了2000 大盲蓋牌到我們 我們這邊最後是決定平扣2000 於是我們三家進入翻牌Flop Flop開出了966彩虹面 在這個面上5根小盲是先Check Button決定0打2000 在這個下注之後 小盲也跟了2000 回到我們 那我當下思考一下 我認為Button在這邊是很有可能 因為我跟小盲都是做出Check 所以他在這邊拿空氣持續下注 想要躲炮的成分會比較大 至於小盲在翻前拿6的組合的排行 跟住2000的Race 我認為這個機會會比較小 所以不認為他會有6 因此我認為我們的1隊伍在這邊 還是在領先的機會是蠻大的 但是這個1隊伍會需要蠻多的保護 所以我在這邊決定Race到8000 那我們Race到8000之後 兩位玩家是陷入了蠻長時間的思考 不過很幸運的 最後兩家都是決定蓋牌 我們也就開心的收下這個Pot 就在我們認為今天早上一切都順利進行的時候 接下來這兩手牌就開始改變了我們的想法 現在這手牌我們是在後的位置看到四三不重花 在preflop的時候7號位的玩家是個短碼 他不到1萬 他是直接Race到3400 在他Race3400之後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下是決定跟住他的3400 並且準備在flop上面集中任何東西跟他打光 這主要是他短碼 然後我們當下的抽碼蠻多的 所以就想要進去歪他 那我們跟了3千次之後 有一位前衛的玩家也決定跟住3400 於是我們三家進入翻牌Flop Flops開出了J63彩虹面 前衛的玩家Check 到我們的7號位短碼的玩家 是馬上就有All in 6000 到我們 那因為我們擊中了一張3 然後我們就照著我們原念的計劃 決定繼續歪他 於是我們就call了6千 call了6千之後前衛玩家蓋牌 我們的7號位短碼玩家打開是有KK 然後我們在Ten跟Rever都沒辦法進步 所以我們的7號位玩家就贏下了這個part 這手牌我們是在大盲的位置看到 East King不同花 prefly action是有一位後衛的玩家 Race到1300 我們的7號位小盲也跟了1300 我在這邊決定Race到6千3 在我Race之後 前面原本的Original Racer 是決定蓋牌輪到小盲 小盲稍微思考了一會 最後是決定跟住我們的6千3 於是我們跟我們的小盲 7號位再次進入Flop 翻牌是開出了25彩虹面 在這個面上小盲是Check 那我在這邊決定持續的Seabed 我打出9千 那我們打出這個9千之後 小盲是秒O-In 18500 在小盲O-In之後 我是請Stealer幫我們點了一下 確定是18500沒有錯 當下我還是稍微思考一下 不過我認為小盲在這邊 應該不會擊中什麼Set還是兩隊 他應該是有一個口袋隊 然後可能他也是抓我們 可能是S-King沒有中吧 所以他就推我們O-In 那 基本上我認為這邊S-King 還是有CoinFlip 翻銅板的超車的機會 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 Make a call 於是我們拿著我們的S-King 看我的小盲他是打開了1對3 我想我們小盲可能真的是有抓到我們是S-King Miss 然後我們在轉牌跟合牌都沒有進步 於是我們又輸了一個帕 給我們的7號位選手 他就從一個短碼打到變成水上 就靠著跟我們O-In的兩把 那在剛剛那一手S-King對Pocket Threes 輸了O-In之後 我們是陸續贏了幾個小的帕 然後比賽也進入了尾聲 那我們最後解碼是44300 最後是一個小小的水上收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還喜歡 那我會盡快再推出新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拭目以待 在這邊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Peace out